好,這個元件做完之後我們來看怎麼編輯它 元件編輯你進去點它之後按右鍵 它有一個編輯組件這樣的功能 或者是點兩下它就直接進去了 進去之後你就可以做編輯 我做一個最簡單的編輯就是改變材料 比如說我把材料改變 我把這個邊框改成金屬 改成金屬的材料 你可以很輕易的發現旁邊的組件也跟著就改了 這樣的方式呢 包含 包含你改變它的尺寸啊 改變它的任何東西 都會立刻的就反應到其他的組件上 讓你看到效果 所以現在如果編輯完你可以點兩下旁邊 它會出來喔,出來到這個組件外面 你就會看到其他的組件也跟著改材料 所以它一次編修 就會把所有的跟它相同的組件給編修好 那這樣的方式有好處 就是你可以一次的把所有相同的東西來做編輯 包含材料尺寸形狀等等 那另外一個壞處呢是 我有可能我只是這個窗要改變 那怎麼辦 你要點一下叫做 按右鍵喔,叫做單獨處理 在英文裡面叫做make unique 其實不是單獨處理 它是把它變成單一個組件 就不是 不是叫單獨處理 不是說只處理這個 而是把它變成另外一個組件 如果你點了這個之後 一樣可以進去點 一樣可以進去處理 比如說我把它改變顏色 好,各位可以看 這點了之後 這旁邊沒有跟著改 我們可以再點出來 你看 這改成 這已經改成木頭紋路 這個沒有改 所以它變單獨的元件 那我們在這個元件 組件的圖庫裡面喔 你去看 選取 在模型當中 你看 它已經有兩個 一個win01 一個win01 之後再一個編號1 就是兩種的窗戶 所以這兩個已經沒有關係了 可是都是組件 那就是組件的一個應用方式 一個是你改全部都改 另外一個叫做 英文裡面叫 make unique 它不叫單獨編輯啦 它是叫做 把它變成單一的 那也就是說 變成另外一個 唯一的一個物件 所以就變成另外一個 相同的組件會出現 那這個常常用 所以你要學會看 怎麼樣去使用這樣的功能 來編輯這個組件 來請你試看看